三無船舶進到了金門的淨限制水域 管碧林最後跟大家說 三無船舶進到淨限制海域 完完全全沒有再給你驅離的啦 就在扣船的啦 那我們就想問管碧林 現在這一艘陸籍漁船這麼囂張 進到了我們的臨海六海裡 你所口中所謂的扣船在哪邊 所以呢管碧林他很明顯的是怎麼樣 用嘴巴抗中 用嘴巴在取締三無船舶 最後你就是用嘴巴在做事 然後一艘漁船 你也完完全全沒有扣到啊 你甚至連這一次驅離的做法 是不是都沒有 在你真正遇到問題的時候 管碧林怎麼龜縮了 你怎麼不講話了 兩條人命的漁船翻覆之後 你跳出來抗中寶台 現在正是你要抗中寶台的時候啊 啊你人呢 在家裡睡覺哦 之前不是很清晴的 啊現在呢 居然有大陸漁船 越界捕撈 而且海巡署證實 進到了 領海六海里處 領海六海里處 我一開始看 我想說這個標有下錯嗎 大陸的漁船 進到我們的領海六海里 這麼的囂張 領海呢 我們領海不是12海里嗎 現在直接闖到了六海里 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這樣子 好那實際來看一下 這個發生事情的時間點 在什麼時候呢 是在三月六號下午的時候 三月六號下午的兩點四十分 海巡署第四巡防區接獲了報案 這個是新竹籍的漁船就指出 在苗栗外埔西北方的六海里處 發現了三艘越界的陸籍漁船 好當然我們看到了這個畫面 給大家看得更近一點點 有多可怕 我跟你講這很可怕 為什麼我會這麼講 好我們把這個畫面調出來 首先大家可以 先不要看紅圈的地方 大家先看那個中間 就是畫面中間 有沒有看到那個五星旗 就是陸籍的漁船 直接闖到我們的領海里頭 而且這個漁船 非常非常的囂張 這個漁船 它囂張到就是 把他們的船身的船民把它覆蓋掉 把它遮蔽掉 然後呢進到我們的領海 領海六海里有多近 接下來就可以來看那個紅圈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那個苗栗那邊不是 那個沙灘那邊有很多很多的風力發電 離岸風電廠嗎 距離近到一個就是 你從這些漁民手上拿起來的手機拍攝的畫面 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大風車耶 大風車就在這個陸籍漁船的後面 這是多可怕的事情 也就是說呢 下一秒這個漁船恐怕它要上岸也不是問題喔 對不對 它要上岸不是問題喔 那個風車離我們這麼近耶 哇 所以我一開始看到我還以為這個標下錯了 結果沒有下錯 陸籍漁船真的 囂張到撈過界 進到我們的領海海域 來跟台灣的漁民 越界非法捕撈 好那 這個部分就包含了 他們來把這個漁民 好心布置的這個陷阱 都把它直接給拖走了 然後台灣漁民也懷疑 這些用來捕魚的籠子也被他們一併給拖走 所以這是非常惡霸的行為 這種漁船來到這邊確實是該譴責 好但是在譴責的部分的時候呢 海巡署也是證實了 有三篇的漁船 我們來看一下在 因為這一篇報導裡頭呢 有特別提到海巡署證實三艘漁船 進到了我國十二海里 甚至是六海里處嚴重侵犯到台灣的海域 漁民也希望海巡署可以強勢執法 維護漁民的權益 好針對海巡署的部分 這一篇報導裡面是說 漁民希望海巡署能夠強勢執法 然後我就沒有看到 在這篇報導裡面 海巡署更多詳細的作為是什麼了 我就沒有看到了 所以這就是問題所在了 進到了領海 但是海巡署的做法在哪邊 如果有的話 這篇新聞早就寫出來海巡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但是卻沒有看到海巡署的強力作為在哪邊 哎啊 那個三無船舶 進到了金門的進限制水域 管碧林最後跟大家說 怎麼樣 三無船舶進到進限制海域 完完全全沒有再給你驅離的啦 就在扣船的啦 那我們就想問管碧林 現在這一艘陸籍漁船這麼囂張 進到了我們的領海六海里 你所口中所謂的扣船在哪邊 完全沒有任何的作為 如果扣船的話 海巡署早就發新聞稿了嘛 那為什麼沒有扣船呢 你過去在整起事件 漁船翻覆事件發生之後 你不是跟大家說 捍衛海巡執法嗎 你不是跟大家說 這些三無船舶就是要依法取締嗎 結果現在這個船進來了 請問你扣船扣在哪邊 你完完全全都沒有扣到嘛 所以呢 管碧林他很明顯的是怎麼樣 用嘴巴抗中 用嘴巴在取締三無船舶 最後你就是用嘴巴在做事 然後一艘漁船 你也完完全沒有扣到啊 你甚至連這一次驅離的做法 是不是都沒有 在你真正遇到問題的時候 管碧林你怎麼龜縮了 你怎麼不講話了 兩條人命的漁船翻覆之後 你跳出來抗中寶臺 現在正是你要抗中寶臺的時候啊 啊你人呢 在家裡睡喔 這次不是很穿的 啊現在呢 整個龜回去 龜縮回去 還是想著又要怎麼摸南記者的臉呢 是不是 大家不是要海巡不要執法 大家所質疑的點是 請問一下海巡他有沒有合理的執法 他在執法的程序上面有沒有過當 有沒有符合比例原則 有沒有過失 這是大家所質疑的地方 所以不是海巡不能夠執法 而且海巡他得要依法取締 該驅離就驅離 該扣傳就扣傳 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時候 怎麼管碧林人就不見了呢 今天詢問海巡署之後 才發現原來這是一個事實耶 好這是怎麼樣子的事實 我們來把那個海巡的聲明 唸給大家聽 大家就可以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好這一件事情 發生在3月6號的下午2點40分 我先說結論啦 結論就是海巡署是有掌握到 這個陸籍漁船 它違法的越界 但是海巡卻難以執行驅離的任務 為什麼會這樣 海巡署的聲明我們唸給大家聽 他說這件事情第四巡防區貨報之後 就派遣轄區的海巡隊 派遣這個PP艇 100公噸級的PP艇前往查處 並同時通報艦隊分屬調派大艦 來前往協處 好所以這個部分包含了PP艇 海巡的巡方艇要出動 然後也跟大艦希望能夠調派支援 可是當時線上的大型艦 因為總體的任務調度 所以沒辦法趕來 因此就有海巡的PP艇前往查處 但是問題來了 因為航程之中海巡惡劣 風力7-8級 陣風10級 浪高3-4米 因此這個巡防艇出來的話 恐怕會有航安的顧慮 因此反航待命 所以結論就是 巡防艇想要去出來查處 但是海巡太糟糕了 所以他們就反航待命 所以沒有驅離 也沒有扣船 看起來應該是連個廣播也沒有 雖然看到這個 你能夠說什麼 對海巡惡劣 海巡惡劣確實 我們也不能夠叫海巡署 硬是去執法 但是用海巡惡劣 這一件事情 你就因為海巡的問題 沒有辦法進行執法 這個理由 國人能夠去接受嗎 好我們繼續來看海巡署 再來的聲明 他就說 後來就用雷達繼續監控 這三艘漁船 那這三艘漁船 是在3月7號的清晨 航出了中部海域 所以3月6號下午2點40分 這三艘漁船進到了我們的領海 到3月7號清晨 才離開了中部海域 這支鐘 超過了10個小時 到底在幹嘛呢 海巡 好啦 因為你說海巡 確實不能夠讓這個海巡 就這樣子出去 可是要用這個理由 來說 他沒有辦法 出去執法 這部分 我覺得很難 讓人民能夠接受 好 那海巡繼續說呢 有關於這種處置的情形 已經向報案人員 妥事說明 也獲得了解和感謝 守護海域的秩序 以及海巡的要務 本分署則無旁貸 未來也會加強防範 以及提升執法的量能 好所以我就特別問 海巡署 那你們未來怎麼辦 就是海上差要怎麼辦 他們說未來也就只能精進 那我也沒有在細問說 到底要怎麼樣子的精進 所以這一回大陸 因為他們派出的是鐵殼船 如果大家從這個標 來看到 是大陸的鐵殼船撈過界 那鐵殼船它的耐風 以及耐浪的級數 遠遠的都超過這一次海巡署 要派出的巡防艇 都比海巡署的巡防艇還要來得高 所以很顯然看起來 大陸趕開鐵殼船過來這邊 他大概已經預料到 那個海上很糟了 他或許也更預料到 海巡署的巡防艇 耐不住這樣子非常大的風浪 因此驅逐上面也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大陸漁船才敢這麼樣子的囂張 但這會變成一個很大很大的危機 也就是說你會不會被陸方抓到了這個破口 抓到了這個取締破口 那我以後就開這個鐵殼船 我就進到你領海內 因為我知道你海巡署你的艇 搞不過來 你的艇過來可能被吹翻 所以你沒有辦法執法 那我就這樣子一而再再而三 顧忌重施 我就讓你們海巡署忙得不可開交 然後反正我過來之後 我也沒有被驅離 我還可以撈回這些台灣漁民的漁獲 帶回去大陸去 這囂張跋扈的行為 所以海巡這邊一定得要有所作為啊 不是看到人家這個鐵殼船之後 但是我們的巡方艇 卻沒有辦法去驅離 那你不是要維護這些漁民的權益嗎 那現在你要叫這些漁民怎麼辦 總不可能每次都眼睜睜看著 他們把這些漁獲都把它撈走吧 對不對 所以未來要怎麼樣子應付這部分 海巡署得要好好的來進行檢討 那另一方面還有 他們有說這個大型艦 因為他們也說如果大型艦真的 那一天剛好在執行任務 但這個大型艦如果真的移過來的話 恐怕這個狀況也解除了 也就是說海上和路上的救援 它還是不一樣 路上的救援我們可能那個救護車 可以直接到警車可以直接到 但海上的部分你還得要考慮到 什麼海上啊風向啊 這些可能比較困難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子 在更短的時間內來進行取締 而不是讓我們的漁民一再的 好像對於這些撈過艦的漁船束手無策 這部分絕對是海巡必須要檢討